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非常严谨的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 在很多奇迷朋友平时的下席的过程当中 可能走不了这么精确 而且大家还是比较习惯走中炮 裂炮 顺炮 裂炮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所以说相对于这些国内的高手来说 这样的布局在专业的比赛当中出现的相对少了一些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挑选了应该说早一些年 大家溢出来的这种关于走中炮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也算是从头开始捋下这个布局了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讲的这盘情 也是来自2002年第二届全国体育大会当中 薛文强对战金波的一盘对局 这个是中炮对猎炮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盘对局 这个薛文强是走的靠2平5 配方是应以马8进7 红方马2进3 G9平8 G1平2 炮8进4 这样是封了 封数了 冰3进1 这个冰一般都要冲 如果你这冰要不冲的话 这样被黑方冲起来之后 比如说你不冲这个冰 冲这个冰 那么黑方冲起来 你在跳马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这样你这个里面就欠了一步棋 将来这个中冰就欠了一步棋 将来比如说黑方 如果换中炮的话 那么这个棋马上就必须要补四了 你要不补四将被带僵这么一打 这个棋马上就反先了 这不仅少冲兵 而且呢 这个形势上不利 那就必须要先补四 这个补四呢 这步棋呀 这个效率就很值得怀疑 够不够这一步棋 所以说呢 一般呢 在这个棋呀 飞的时候呢 大部分 绝大部分 80%到90%的棋手 都是要冲的 这样呢 比较开阔 这样 既呢 防止了黑炮的 这样打中兵 这个暗藏的先手 将来呢 红防随时可以走 这个马上近视突出来 这样对这个炮 形成一个反击 反冲锋 黑方式炮二平五 这样就形成了这个 半途猎炮啊 这个猎炮也分很多种 这种就叫做半途猎炮 就是通过这个封锁之后呢 然后再环冲炮呢 形成这么样一个 猎炮的变化 马八近九 它是属于跳边马 这是这样形成一个边马 黑方式马二进三 这样是 这步棋也是必须的啊 如果这个棋 如果黑方先冲山竹的话呢 如果黑方先冲山竹的话呢 黑方有 红防有这个棋啊 有这个浸泡压马的棋 这个马压住以后啊 黑方很难受 你如果出车 它就看上啊 你如果出车 就看上 这样的 你如果再出 再吃的话呢 它退两步啊 退两步 它打这个兵 这个炮打这个兵 由于你这个棋啊 这个一步两步 这两步棋啊 也等于这个效率不高 也等于 差一步棋 所以说红防这个 进炮和退炮啊 这步棋呢 虽然说它是 看着是缓了一步棋 但是呢 跟这步棋就抵消了啊 它红防度数也没吃亏 另外一个呢 红防下部这个 炮打平山一打过来啊 你这个棋 这个位置啊 还不如在这里 对吧 你在这里边 你这个像还能飞下来 在这里这个像都飞不下来 被描露 所以说呢 这个棋啊 一般呢 黑方是不肯让红防亚路马的啊 比如说红防一亚马 黑方如果高居 黑方就出车啊 这里边呢 虽然说 这个感觉是黑方是没有吃亏 但是将来呢 红防啊 随时有这个炮八瓶九啊 瓶边 瓶边这里就能吃马 你马一蹬出来 它沉里炮 将有一个沉里炮的攻势 另外呢 它还可以考虑走这个炮八瓶三 这样也是吃你马 也是先手啊 你蹬马的时候它打兵 就说很啊 红防这个炮啊 在这里压度马呢 它暗藏了很多先手 暗藏先手 这个先手呢 它不定什么时候用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呢 这个布局一般来说 黑方不肯先走诸山进营啊 它先走马尔三 红防是G九瓶八 这里边呢 就这个选择就是特别关键了啊 红防这部选择呢 属于一个老式变化啊 也是一个不是特别积极的变化 比较比较稳健的变化 红防另一个比较积极变化 就是逐兵器进营啊 这个期就下起来 这个期就非常的凶猛啊 在在这几期的这个猎炮这个布局栏目当中啊 我将给大家啊 介绍一下这个兵器进营以后是产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以后啊 是特别的激烈的啊 这个变化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平稳 出车 逐三进一 这样黑方把这个 这竹挺起来 这样的黑方也就不怕了啊 这样黑方这匹马非常活跃 黑方将来肯定是要把这匹马蹬出来 马蹬出来以后呢 由于红防啊 这里是一个编马 中兵只有一匹马保固 现在这匹马一蹬出来 直接有登中兵啊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呢这个棋呢 黑方啊 应该说这个布局下入阵里 黑方是比较满意的 嗯 炮八平六 平六也是很稳健啊 看这个薛恩强今天下棋下的比较稳健 也有平漆的啊 平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啊 因为你平漆人的这个马也蹬出来 将来这个炮的骑路线也是用处不大 还不平六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平六应该要比平漆好一点 它稳健一些 黑方马三进四 嗯 黑方这匹马必须要蹬出来啊 黑方这匹马是必须要蹬出来的 另外一个黑方还可以选择的变化就是对车啊 这匹就是更加稳健一些啊 对车 对车你也必须对啊 对掉以后呢 这样如果你冲边兵它就马上跳出来 如果进炮它就退不炮 它也不害怕 如果你进这个炮呢 它有可能就直接扣住了 直接扣住了 这样呢 黑方也不要紧 由于黑方啊 把这个兵强起来了 那么黑方呢 现在也不怕这个车对掉 因为这边呢 它还有一个风数啊 这边是属于黑方有一个风数 黑方唯一不好就是这匹马不太好啊 但是黑方这里呢 走这个啊 比较积极了嘛 山进四是属于比较积极的招法 红方是居八进四 嗯 它准备 要逼这匹马表态啊 一定要让这匹马表态 不能等这个黑方走完高居以后啊 啊 黑方一高居以后呢 那么这个骑 黑方 你再高居的时候 黑方还是等啊 还是等 但是呢 黑方这个居就比较 厉害了 黑方居就可以选择平内啊 平内啊 都可以了啊 所以说 红方直接就让这匹马 赶紧表态 赶紧登兵 嗯 黑方是马四进五 马三进五 炮五进四 这样黑方就获得了一个中兵 获得一个中兵 嗯 是四进五 不是 黑方也是 是四进五 嗯 黑方也是不是啊 黑方也是不是在这里 黑方 这里黑方这个旗啊 必须要补一手 中路必须要补一手 因为下一步 红黄这个旗很厉害 车发平五很厉害啊 但是黑方 这里又不能轻易走 这个炮五推二是不好的 你如果走炮五推二 人家红黄就走这个马五推七 嗯 下一步这个马七进六 太厉害了 这个旗马上就 这两步旗就够了你中炮 就威胁了 所以这个不好啊 不能有炮五推二 所以说他只能是补四了 或者是补向了 都可以 补向他这个红黄还有骚扰啊 看来这个旗只能补四啊 补四是正确的啊 如果你补向 人家红黄这里 骚扰一下 你还挺很难受 对吧 你马上逃了 你再吃吧 中兵吃掉 对吧 你如果这个 啊 这浸泡 这个 黑方不利啊 补四是对的啊 红黄是G八平五 红黄是G八平五 炮五平七 嗯 黑方啊 炮这个炮是必须逃走的 逃到哪里呢 它这个旗 呃 走到这里也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它不能往这里平 往这里平 这一吃 这吃对 这丢止了 你往这儿平也不好啊 你平到这里人家再吃啊 这等于 给这个G也带了一步棋 对吧 这个G 本身它站内还是很好的位置 这是你泡汗的平到这里 这样呢 将来 红黄有这个点车的之类的手段啊 这样 这样的G在这里还是比较好的 这里如果打兵的话 这个旗呢就是一个啊 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选择啊 黑方敢不敢打兵啊 如果黑方打兵这个旗比较贪了 你打兵 因为红黄肯定是要走这个的 冰山进一冲的 这是必须的啊 你一冲它一拱 这样呢 它在车五平一 你看这个吃死炮 吃死炮呢 黑方有这个打兵啊 这样就成为交换 必须换 换掉以后呢 红黄这里啊 你看红黄现在已经少了四个竹了啊 红黄现在少了四个竹 但是不要紧 红黄现在有先手在 因为黑方现在你看 你看 棋盘上这个马在家 鞠在家 等于就走这两个炮啊 那红黄现在可以冲兵 冲兵吃你的炮 你这兵不能管 这炮必须要逃走 逃到这里是最好的啊 这红黄再冲 这样红黄过了一个兵 等你这个黑方走这个 炮二退死啊 黑方这不起也是必须的 炮二退死 你要不退的话 这样 红黄在这里有吃啊 你又不能出车 你出车的话 你吃你这个炮啊 这也不行 所以说这里呢 黑方只能是退炮 这样退炮的话呢 这样红黄这里再吃啊 红黄再吃 这样红黄这个兵也很厉害 虽然说黑方现在还是多了三个竹啊 但这个三个竹都没有过河 红黄这一个兵都去过河 这个位置非常好 像这匹马往处蹬一蹬啊 这个兵往前冲 这棋红黄我觉得还是很先手的 很满意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边呢 黑方也不能太这么轻易的就 但也可以选择啊 也不是说选择了就输啊 这个棋也是可以下的 但是呢 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这个先手啊 都让这个 红黄抢了啊 这个棋 黑方也不是满意 所以说黑方把炮藏到这里边 也是不错的 也是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 冰酒进一 嗯 它是冰酒进一 冰酒进一 这个棋 这个棋 它就是 我觉得呀 这个棋 这棋 就不直接打僵算了 这里直接打僵算了 这打僵这个棋 红黄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打僵这里啊 红黄一打僵的时候 你黑方不能蹬这个炮啊 你蹬炮 红黄一吃 嗯 你这个棋将来 你如果你补象的话 将来红黄就还中炮啊 中炮还 然后呢 将来再高居了 这样避泪了 这样马上就能形成一个铁门树的威胁啊 这样黑方是不好的啊 黑方这里 红黄这棋打僵的时候啊 记住啊 这个棋 黑方不能蹬 不能蹬 黑方走什么呢 一般棋手啊 都愿意飞象 对吧 一飞象 还觉得飞象好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啊 这棋是错误的啊 这棋应该飞这个象啊 这里边这个业余骑手就不明白了 他为什么飞这个象不飞 为什么飞这个象不飞这个 飞这个象感觉是不错啊 就一滴感肯定要飞这个象 这样车能直接出来 这车路非常宽啊 为什么反而要飞这个象 这个车出不来呢啊 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要飞这个象的话 好 你看 灯是不能等对 如果你飞这个象的话 那么红黄有一个这个炮瓶式很厉害 红黄有一个炮瓶式很厉害 你 不管你走什么吧 你一出尸来吧 人家就混用炮啊 将来呢 有这个炮式金二这个点的手段 这样呢 红黄这几个子啊 就形成了一个公式了 大家看 就形成公式了 这样起呢 红黄稍好啊 我感觉这个起红黄稍好 所以说走到这里呢 黑方啊 不如飞这个象 飞这个象 你这个炮就没有平到这里去 平这里没有用了 对吧 你没有这个点点向眼了 你如果平到这里也没有用 你平到这里也没有用 人家高居 对吧 人家高居 你如果浸泡呢 这个旗啊 也是没有用啊 你这么点向眼就没有用了啊 对吧 这里那个黑方就可以随便选择了啊 你要打僵的时候 人家一出价啊 这样你还丢子了 对吧 你看 是不是要丢子啊 对啊 这旗丢子了 这炮要吃死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旗 他打僵啊 他应该打僵 打僵的时候考验一下 如果黑方飞这个象就上当了 那么红黄一平炮 将来再环中炮 点炮啊 这样红黄这三只马上形成公式了 这样红黄很满意 那如果黑方走出了这个飞向呢 这也不要紧 这个旗也是 红黄略好一点啊 这旗红黄也是略好一点 但是这个旗是黑方最顽强的招法 啊 实战当中 红黄没打僵 冲边兵啊 这旗比较 就虚了 这旗比较虚 啊 就用不大 这匹马你也不管轻一跳 对吧 你这里轻一跳马 轻一跳马的时候 将来随时有这步棋啊 你比如说 黑方这一出车 你一跳马 一打你 你一冲这 白打马啊 这也不好啊 这也不好 所以说这步棋啊 还是不如直接 这打将这个 来得实惠一点啊 实战他是冲兵 嗯 嗯 3 1 G5平4 嗯 这样 G5平4 黑方是G1平2 嗯 G5平4也是用途不大 G5平4也用途不大 也是不如直接打兵算了 直接打兵兵算了 他G5平4他G1平2 G1平2是明显了这步棋 你自己控制这匹马的道路啊 不让这匹马冲出来 一冲马他打你 冰3进1 这个气冰是有点冒险啊 感觉气冰有点冒险 煮7进1 嗯 这冰太大了 这冰 马9进8 马9进8 红黄就是为了登马 但是红黄为了登马啊 他损失这个冰啊 他实在是有点不值得啊 这冰是有点太大了 现在黑方这个两个冰这个实力是摆在这里了 逐三进1 嗯 黑方这个棋就下的 这部棋因为来说是不好啊 这部棋是不好的 现在黑方现在已经有这个实力了啊 现在如果黑方这个水平高 如果想拿下这盘棋的话呀 不能冲冰啊 这个冰很大 你气了以后呢 这个棋将来 实力上你也吃亏啊 怎么赢啊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啊 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赢棋的门路了啊 黑方现在应该走这个G2平4 控制锁住算了 这样就不让你这匹马往这跳吧 对吧 你现在红黄最厉害的棋就是往这跳马 往这跳马 将来有登向啊 要往这边跳马 这两个手上 你对练这部棋就是这一部棋嘛 我为什么要弃兵呢 我这个兵很大呀 我不弃兵 我就搜列车就算了 这个棋就好了 我就搜列车我就在这里顶着你 你这个马跳不定来 对吧 你如果往这里跳 你如果往这里跳的话 这个棋我就高G看上 我就看上 这里我就看住 不要紧 你这里如果点G的话 点G要打我向的话呢 你如果点G打我向 我一打冰 我一打冰 这棋我有没有打冰啊 现在这个棋啊 我如果打冰 对吧 我这里打冰也很厉害啊 你现在不能吃我G 你一吃我G 我就打你马 打你马这里去 打蒙公 你一掏蒙公的时候 就算你走这儿 我就把G等 这样一交换 你肯定是输了 对吧 我这三个竹了 这三个竹特别大 我这马得跳起来就算了 那这样不行啊 我这个里面一打冰 我这里一打冰的话呢 你只有灯像 你这里只有灯像 大家注意啊 大家看啊 这棋特别精彩 你这里只有灯我像 我这里就吃你G 把G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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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也很厉害 你这马五进三 这部棋有个轿杀 大家看这部棋是轿杀 这G随便 由于这个炮的配合 这G随便到哪都是死啊 现在还有个大到弯心 那种炮 那么这个棋 如果黑方想解杀 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这个刺炮 只有砍掉这个炮了 他一砍这个炮 这样呢 他就 这里他就先抽一张 把G抽回来 那这个 吃住这俩炮 对吧 你只能除降 他就把这个车吃掉 形成这个 这样 他就杀个像 杀像姜 这里是叫杀 这里是要杀 那么黑方只好是补试 这里只有这部棋补试 但是红方 把这个炮吃掉 这么一个浇灌 黑方就肚足 这部棋是关键 肚足 这个棋不能登马 如果你这个棋 往这儿登马也不好 对吧 你往这儿登马 你就倒马 对吧 你要是往这儿登马 一个人也是吹马 这样这匹马 你在登这个兵 这棋也没有用 这样呢 沿着红方可以登这匹马 这样这个棋 这棋红方的鞠码很灵活 这棋对杀 你不一定是能杀过黑红方 黑方你看着挺凶 但是红方指的位置都很高 而且你这边防线也不好 所以说这样不好 但是这棋黑方有个什么好奇 黑方有个这个好奇 过竹 这马压着你马 不让这匹马动 要么你这匹马呢 不能回来的时候 那你只能靠这个握草马 但那握草马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公式 你比如说你要是长炮的话 你那黑方就冲你 公里炮 炮只有江 江也落势 现在炮打你马呢 你这边马要逃 你马一逃 完了 你现在这个棋 什么棋都没有了吧 对吧 你现在 你就把飞个象就完了 这样你这个 你这个棋走完 公司走完以后 黑方这个 净多三个大竹 那你不输定了吗 对吧 这不行 所以说黑方这个杜竹 黑方在杜竹的时候 如果你吃冰 如果你吃竹的话 你吃竹 你吃竹它就江一军 江一军再横竹 江一军再横竹 大家看江一军再横竹 他打你马 如果你这里 你只有这步棋了 你只有这步棋了 你这里逃也逃是没用的 逃也在这里一江 你也是要输了 你只有这步 你只有这步 只有这步 这样吃 这样吃呢 黑方这里一僵 大家看 这里一僵抽枪 居要抽居 你这炮还得垫 只能平炮 只有这一步平炮 这样黑方把这个马退回来 大家看 这个棋都是一系列动作 这样 结束以后呢 现在这个棋 大家就可以看一看了 现在这个棋 到现在 如果你推马的话 它就飞向 如果你推马 它就飞向 你推这匹马没用 你推这匹马 你觉得这里是登马 他登你马 你就打向抽举 实在没用 人家飞向 飞你举 你这马反而丢了 你登马飞你举 你举走了 你登你马 反而输了 就是说到这样的情况下 黑方现在净夺了两个竹 这两个竹叫命 这两个竹是黑方获胜的本钱 这两个竹呢 把这个竹炮马 基本都牵在一条线上了 应该暴动 所以说这个棋啊 是黑方有势 大家看啊 这个棋呢 我给大家摆了很多 大家看这个棋也是特别 特别激烈 特别有意思 这么一部棋 你看这个棋 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棋是走的这个啊 所以说呢 正因为这里啊 有这么多激烈复杂的变化啊 这么多激烈复杂的变化啊 这么多激烈复杂的变化啊 大家看就这样的棋到走到这的时候 金波是走的这个啊 这个棋就属于这个就熊了啊 熊了啊 属于这个棋竹呢 就把这个化解了洪荒的公式 实际上他这个棋 要是算得特别深的话 像我刚才给大家摆的那种情况下 他就把这个鞠掉过来 这个棋我给大家看啊 一跳他就看上 他就居在这儿对吧 一点一点就打啊 打这棋他不敢吃鞠吃鞠打马 他灯向就先吃鞠啊 一灯就一砍炮 一僵就一退啊 这个棋我刚才给大家摆的对吧 这样是黑方有势啊 黑方有势啊 所以说你要想赢棋的时候呢 必须要冒风险 你想不冒风险的这么想把棋赢了 但是那是非常困难 特别这高手之间的较量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的时候 黑棋姆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最好的机会就是鞠到这里防守 不让你马蹬进来 蹬这里不怕 蹬这里更不怕 对吧 你要是 你这兵要是蹬到这里边 这棋 他就高鞠吧 把鞠高起来 这边马没有什么用 这样黑方占优了 实战当中 我们看实战吧 北方转移充足 后方是 居四平七 这样居四平七 炮七退一 这部棋也是不错 也可以说是不错 当前这个棋里边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手段了 推炮 原来有这个推炮 这个打居的棋 炮六平八 他这里是打鞠 鞠二平四 这个棋 这个黑方他又错过了一个机会 他这棋又是怎么说呢 他这个棋又是一个没有太多的深算 这个是感觉的招法 感觉的招法 现在一般骑手都是走这儿了 对不 肯定是要往这儿走的 这是第一杆 所有骑手第一杆 不管是高水平低水平 他第一杆都是往这走 但实际上这个棋 最好的走法是走到这儿 大家看看 这个棋实际上最好的走法走到这儿 你这个局一走到这儿以后 然后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红旺这匹马没路了 红旺这匹马没有路了 你边上去不去 去不了了 你往这儿也不行 那么你这匹马没路的话 你下到黑方要这么打你 这一打你你受不了 对吧 你只能动鞠 你只能动鞠 如果你这样动鞠的话 那么黑方现在有这个手段 打你鞠 你看这个鞠狗猎 打你鞠 你鞠要逃了你肯定不好 你鞠来挺好的 回家肯定不好 你如果吃炮 你这里一别 还这里一别 打你闷攻 你这多难受啊 这样你就形成了一车二 一车二这匹肯定是黑方好 黑方这匹多两个竹 而且冰笼还好 你现在你也攻不进去 对吧 这样黑方就好了 所以说你到鞠长到这里边 这匹红旺就很难受 你现在你马不管动 你鞠也不管动 你如果动马的话 像刚才这个经 你如果动马的话 这里边一打鞠 这个鞠打死了 大家看鞠打死了 你这里边一灯像也不管你 就把你鞠给你打掉了 你就打你鞠啊 不管那些事啊 都打你鞠 对吧 你这里边吃鞠 他打你门人工呢 你这里卧槽也卧不死啊 卧槽就除将了 卧不死啊 对吧 你这边一管门工 把你这鞠吃了 双鞠没 这就肯定是数了 所以说你黑方一往这里长鞠 你现在这个鞠就很难办了 现在鞠狂 他不好办了 他这马 这里跳不进 这里跳不进 他只有进车 让这个黑方炮打一下 他也只有一车二 他也不能回去 回去的鞠更差 更差 他一车二 这样一次 这样黑方就好了 对吧 黑方这鞠啊 应该想一些巧妙的手段 把鞠平回来 他实战中走正 黑方走正就不好 这样红方就马八进七 红方这里正好马八进七了 你在打鞠的时候 你瞪你像 对 这等你像这个鞠啊 就不是不是要吃你鞠 是要僵死你的 你这个鞠正好把自己这样来 这样路打了 对吧 你看如果你这里 鞠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不敢往里冲 冲你打鞠打死 你等我像我白打你鞠 你鞠在这里的时候 人家这马就敢冲了 你再打鞠 人家等你像 等你像 你怎么办 你不敢打鞠 打鞠人家先僵死你啊 所以说黑方这个鞠 正好把自己这样路给打 正好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堵射 十圣也是炮八推一 嗯 炮八推一 满七进五 七进五 嗯 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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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七 黑方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啊 这个四五进六就不好啊 不如进四 这个七 虽然说大家看啊 这个七 黑方啊一直想要这个鞠畅通啊 但是呢你这个四五进六以后啊 红黄将来这个炮八平五太厉害了 红黄将来这个一炮八平五 你看这个带姜要打你马 对吧 这都带姜了打你马 还可以带姜开边炮啊 这边分 这样和红黄的路线太多了 如果你要四五进四的话呢 这七就不要紧了 对吧 四五进四这些就不要紧了 你将来你就算你环冲炮 你这个炮只有这一个套 还没有什么威胁 比如你一瓶炮我可以落势落势 或者土势啊都行 对吧 你环冲炮 我这 我对它打狙呢 对吧 你这狙的狙要走一步 你狙走一步 这里 人家黑方也不怕啊 黑方就炮着走呗 对吧 炮就往前走吧 所以说还是往这里指示比较好 必须往这里指示啊 你往这里指示吧 虽然说眼前来看 你这个局势活了一点啊 但是呢 你要是往生理计算的话呢 我往这个炮的威胁太大了 这双炮对黑方的威胁太大了啊 这样的黑方得不偿失啊 这样的黑方实战当中补这个四不好 还是往这边补四好 往这边补四 你这个炮带上没有用啊 你觉得前面上炮的没地方闪击 对啊 没有闪击 你觉得一个点还没有用 你要是这个四 你看这黑洪炮多少点 这都可以闪击 最主要还在带将打击马 这都是必保的啊 所以还是这个四标 这都比较乱 炮八平一 交换 鞠二进九 炮八平五 大家看这个四直到这里吧 你现在这些尖锅抽炮之类的啊 这里还吃不吃足 鞠四进二 鞠四进二锁住啊 这部棋也不好啊 这个棋看这没有意义啊 黑方应该把鞠掌到这里 这是最好的造法啊 黑方应该把鞠掌到这里啊 下一步我就硬走这个炮击瓶我跟你对啊 炮击瓶 这样呢 形成一个弹子炮 你看这 这里边形成一个强力防线 在黑方在这边啊 在这鞠放到这里以后呢 这个鞠和这个双炮 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联系 在这鞠地看着双炮啊 这双炮本身 将来下一步 黑方就把这个对开 你红防线这里也没有什么棋啊 你最多是压个马 压马才对炮 要把这个炮对面啊 你打炮就打掉 司马这个棋 虽然说黑方少双相 但是黑方多双竹啊 这棋黑方的和啊 是容易的啊 这棋 这棋黑方求和不难应该说 黑方求和是不难的 实际上强多了啊 实际上呢 他高的阵是没有用的 他哭这个炮 一会大家能看到啊 他这个炮的困不住 方案上负担 他没有这个局的这个 做这个 这一把机 还让他辅得不难 像他一会 他那一会 这一会 吹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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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路打个对以后就等于把这个中路全部打开了 中路进一 追七平九 回头的平我也赢了 回头的四处 追九屏幕 高四第一 高四第一这些就输了 最完整的走这儿走这儿他也是输 走这儿的话 披霸要走什么呢 披霸也好的走走 先吃下抠 你把你包袋头要去排地里 抬抬刀就不好了 抬抬刀更不好 抬抬刀要干什么 抬抬刀要干什么 抬抬刀得再这样给你带死 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 你带的同时吧 抬抬刀抬刀打你去 所以说呢 平方这个球它不是自己 它先蹦一下 不让你换过来 它这个意思 二退 它这退步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打我僵的时候 我求将 你再带炮的时候 我对炮 这样就顶一顶一顶 好方式去退 所以平方就会 它这个机会了 也不打僵了 直接吃了 让我平四 这个机 现在红黄要这么抽枪了 抽狙呢 它没办法 除将就现在抽不成了 炮二平四 炮六进三 降四平 这样 红黄这样 本身的一个机 就少双线 红黄还多一瓶 就不怕 这样怎么样 防守 炮六平三 对不起 这边对江 这整个事就不在了 这个机 应该是 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的这盘对局呢 仍然是一个叶炮的对局 那是刘大华老师和余悦华老师 在2012年比赛中对立出了的一盘对局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 这个对局 这个仍然是炮二平五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狙九平八 狙一平二 炮八进四 走炮二平五 就现在这个大型的比赛当中呢 或者一些 即便是特别专业的这种比赛 也很少直接把下车的红胖炮二平五这样配方直接捕裂炮的还是 一般都是先封一下局看情况是捕炮还是在跳满 一般就我这么走啊 我就愿意走炮 我愿意走炮 我愿意走炮 我下午期完这样的起 跳一会儿就是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还种炮 炮啊比这个风车以后再还种炮我感觉这个机会还多一点啊 你如果风吹以后再还种炮你这个炮啊 这个炮特不够尽是个成体的啊 都能够尽在合你 将来有这个充马的手段啊 这个炮和这个兵交换 我感觉黑方不便宜 黑方亏限要少啊 比这个顶军来以后 这个炮你不要用好啊 你这炮如果顶着以后 你这炮用不好 你可能这个亏限更多了 而且我觉得这样猎炮的这种布局在北方骑手来说 特别是像金老师这样 在杨云的这个骑手对猎炮的这样布局是特别有研究的 也没有啥研究 他这个骑 实际上这个猎炮呢 他就是不敢走这个苹果马的时候才走这个猎炮 如果你要赶走 如果那个苹果马研究深的话 当然走苹果马了 对吧 你像一个什么王天一了 寻川了 都是苹果马 因为苹果马变化多 对于这个低水瓶的时候 而且瓶码不吃亏 它中间是个像 瓶码一般中间都是像 对吧 所以说那它这个骑就不吃亏 你中间是个炮的话 你将来你这个像就差不齐 对吧 你虽然说你后边也是炮 但是你这个对着来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差一步骑是很大的 而且对弓起来 你这个像少不齐 如果你这样 你这个中间是像 这骑就稳定很多 善于后发自然的骑手 一般这个骑 作业骑手都不愿意走这个猎主炮 因为它这个变化简单 变化比较简单 照着一个苹果马这个骑 或者是粉红马 都要简单一些 正因为简单 正因为走的特别少 所以说 如果你要是走一盘 这个骑很多职业高手 他研究的反而是不多 对吧 你要走苹果马的时候 人的这个职业骑手 他天天就研究这个中炮 天天 一天他没有事 就坐着研究 怎么就中炮赢了这平方马 对吧 但是你 他不能 他不能一天研 坐着研究猎炮 因为他比赛 一年比赛碰到一盘 他能研 他能拿到花式的研究这起 对吧 所以说你要是偶尔走一盘 这个能够收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个布局反而不容易吃亏 那接下来呢 红方式 兵器进一 马二进三 马八进九 这个棋就是 我上一盘呢 就给大家说了 上一盘这个棋 随文强不是跳别马吗 就因为跳马 他没冲兵 他走的这个 就是比较简单 这盘棋你看这个刘大华就来了 直接冲 你蹬他直接编马 这个棋 这是余佑华下的 就是 这棋就是非常凶的这么一个布局 G1平2 G9平8 G2进5 G2进5 炮5退1 这个棋 红方的选择就多了 这个棋 红方有炮5退1 还有可以直接炮8平7了 这个巡船最新的变化是冰扭进一冲边冰 这个棋都很厉害 这个炮5退1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变化 炮8平7 这样能扣住 红方野下炮8平7 对撤 G2平3 这样棋如果双车都对掉的话 大家看双车都对掉的话 这个棋黑方还是亏的 这些黑方特别亏 为什么呢 现在黑方现在中兵打不到 你打中兵人家缓冲炮 你炮丢了 你中兵发射不出来 你中兵发射不出来 你现在你这个骑路线 这个毛病根本就补不了 你现在这个兵啊 这匹马啊 这个弱点根本就补不了 你下巴就要冲你 对吧 就要冲你 如果你飞边向的话 你飞边向也不理你啊 人家可能也飞个向 你这个棋毛病还是解决不了 下巴人在打你兵 下巴人在打你兵 然后人家就跳马了 跳马了 这样 你没有什么好棋可走 人家红方就下棋非常顺畅 这里多了一个兵啊 这个兵啊 你这双马都笨 人家这个说明都停下来 这个棋是必输的 这个棋是绝对不能这么下 所以说呢 这个黑方啊 这里就是走的是 死兵啊 他一定要保留这个车 死兵 红方G8进2 红方G8进2看住 看住炮 马7退5 退马 要走这个推这匹马的 推这匹马将来 黑方就是凭这个炮的起 凭这个炮的起 马7退5 红方是向7进5 G8进9 灯 嗯 马3退2 G3平4 G8进4 逐3进1 这个棋啊 这个棋啊 这个棋 就是说现在红方啊 现在还是可以的 这个趋势 那么红方现在呢 你现在通过审局你发现了 黑方现在这个G特别好 这个G特别好 这双炮位置不差 黑方现在 差的就是这两个马差 这个黑方现在还是多一个竹 对吧 那么你现在 红方啊 就必须要把这个炮武平起 这部棋走上啊 这部棋是必须要走上 这样的双炮攻击这匹马 将来吃不吃到这匹马无所谓啊 但是你这个棋必须要给它威胁上啊 这些威胁上是很重要的啊 将来我感觉这个黑方最好的招法 可能是打一僵啊 打一僵你折补这个事 黑方再吃兵啊 这样黑方弃个马 弃马以后呢 黑方多3个竹啊 那么这个棋是双方都可下的局面 因为红方啊 多个纸还是稍好一点 那么你这个棋啊 就是必须啊 要给它攻击上 必须要给它攻击上啊 不能让这两匹马 不能让黑方这两匹弱马反弹啊 如果这两匹弱马反弹了 那么这个棋 红方受不了的 因为黑方现在这个狙双炮位置都很好 还多个竹 实战当中这部棋就特别缓 这棋就缓这啊 不是好棋啊 这叫棋是特别缓的缓招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两匹马瞄住啊 这叫棋就铸成了一个大处 你看啊 竹三进一 这棋 这棋 黑方啊 这棋就必须要把这个竹挺起来 不让他吃啊 吃掉这个棋 黑方就坏了啊 这这两匹马就一倍都出不来了 必须要把竹挺起来 这样他就不怕你红方压了 这样你压没用啊 你这个本来你的炮就瞄着我马 你压住以后反而炮不威胁我马了 那我就可以非常简单的补个像 或者是我平个炮啊 平个炮也可以 平个炮比较稳健 你如果吃冰的时候我再飞像 对吧 吃冰的时候我再飞像 或者是飞这个像 你这个浸泡我这里可以打你狙啊 狙走了以后呢 然后我这马就腾出来啊 这样我这两匹马就走活了 对吧 这样黑方就一点不差了 冰酒精 嗯 红木榜啊 这里边这部棋呢 这部棋就跟这部棋一样 这棋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招法啊 都是属于这个非常缓的招法啊 这棋没有用啊 你还是要走这里还是要走这个打码啊 当然了这个这个打码跟跟这个直接打码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棋差了一度差了一个度数 但它还是打码比较好 你你这里边的时候 红木榜如果打码的时候 这个棋黑方就就可以拼命了啊 这个像也不要了就冲出来 必须的啊 必须要拼冲出来 这里你打个像啊 打个像 补个式 你再开炮 人家黑方这里再补式 这样就跟你拼了啊 这样就去个像 去个像啊 要把这匹马铺出来 啊 这样呢 你红方也需要补齐啊 你这里练是没有用的 练人家一冲啊 这样你这个棋 它可以打或者直接冲啊 这你不敢飞啊 飞你这个中路太空了 对吧 练是没有用的啊 你这里如果冲兵呢 将来黑方也冲啊 这个棋 将来你红方啊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手段 把这两匹马运出去啊 那么呢 这个棋就是双方啊 乱战 乱战当中呢 黑方这个 子力位置好一点 但是红方啊 毕竟有个底向啊 炮打底向 将来红方有个僵啊 再一退车 这个有个小先手啊 可以打向的先手啊 这棋红方啊 还有一个乱战的机会啊 虽然说也不是 但是肯定是没有 刚开始这个平炮好 刚开始这个平炮啊 能形成一个军事 红方烧好 那么这样的棋呢 我给他判断呢 就是黑方略好 但是红方啊 还有很多棋可下 因为他毕竟这轮 吃个象 那么这里还有枪啊 如果这个马 如果遇上去 这个红方还厉害了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对攻的机会啊 对攻这个机会呢 红方也是错过了啊 红方啊 又走了一个这个 这个比较软的招法 要走这个啊 那么这个棋 红方就连对攻的机会都没有了 黑方是马三尖四 对 你看这红方的马就蹬出来了 这样你再 你再打这一点棋都没有了 你这都非变相了 这样这通过这两个棋啊 就黑方就把这个散路线上 所有的弱点全部补完了啊 黑方散路线的弱点一补完 那么黑方这个 这个拘强啊炮强啊 这些子力强 全部都发挥出来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红方这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 黑方这个散路线弱点拽住 你平炮 你肯定不能冲兵吧 你冲兵 我先给你打了 对吧 这黑方 红方啊 就通过这两部软手啊 让这个黑方 就迅速的把这三路线的弱点全部补强 这部棋也是一个自败根源嘛 这个棋都不知道去干什么 这个棋应该属于一个漏招啊 这个棋是个漏招啊 那么这个棋呢 红方应该是不敢平炮 这是平车练是肯定是不敢了 对吧 你平车练的话 黑方有个这个棋啊 有这个棋 这里登局者打炮 你还得平炮 平局 那么这个棋等相当于没走啊 这肯定也是不好 但你这部棋它也是 这部棋等于中盘呢 又样联的黑方一线 本来这些黑方 红方就已经不利了啊 这里又样联一线 那么 这些红方还不如赤中竹啊 赤中竹 还能够抵抗抵抗 还能够下一下啊 黑方这部棋 红方这部棋是漏招啊 因为黑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棋 泡口瓶式是吧 沙底式大家看啊 他红方 黑方啊 红方本来以为啊 他在这里边呢 受个泪啊 将来这个棋 你飞向吗 你还得飞向 那你飞向 他将来再正面走一走了 平一平了 这红方这个如意算盘 还是想的不处啊 这里边 红方还有点机会啊 但你现在黑方这部棋一反击啊 你当时就把这个红方所有的这个准备啊 全部是坏乌有了 现在要砍四呢 准备 马上要冲 杀四了 红方整个退回 整个退回 整个退回 那么这几部棋下 你看这个棋啊 红方下了什么棋啊 车巴进四啊 车巴进二啊 车巴退八啊 整个这三部棋啊 就等于没走棋啊 还不如在这里等于没走 黑方这几部棋还充足了 跳满了 平泡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中盘呢 你有一部棋之物啊 这棋都是致命的啊 何况红方这三部棋啊 走这都是基本上来说都是帮忙啊 黑方是G4进二 那么现在只能看黑方表演了 黑方现在整个这个棋全部成 形成一个巨大的攻击力 你红方现在满盘棋全是弱点 这现在是吃对呢 马九进八 你不能堪 堪在砍死 对吧 你炮不能逃白痴马 你要是这么堪啊 这么堪 也是肯定是不好 人家补就行了 你就居 又往里线一步啊 竹三进一 这样冲 对吧 你这里不能飞啊 你飞它就蹬啊 蹬你一吃它白痴泡啊 这不行啊 马八进九 对 最后的陷阱啊 这盘棋啊 就是红方啊 最后给这个黑方设了一个小陷阱 向三进一 对 这个柳大华特别聪明啊 他不吃你炮 如果你吃炮上当了 这棋大家看啊 如果这些黑方吃炮就上当了 你吃炮吧 红方往这跳不行 往这跳是不行 往这跳 这样马上推起这个炮 这样白痴一点 这不行啊 红方有个妙招 往这跳 大家看 这样马上推起一蹬你炮 这个炮给你蹬的时候很不舒服啊 你炮往哪去啊 你走到叶河一点 人家这里就挂死你 不管你炮 你炮还看不住 你只有推着一步炮 推一炮的时候 人家这么吃你炮 这个车八进马里吃炮 你现在这个炮给你吃死了 你如果飞向的话 人家是顶你马 顶你去 对吧 你如果横兵的话 人家也是进马 对吧 把你这炮吃死了 炮吃死了 关键你还没有什么 可这个 你比如说你要走这个 走这里啊 人家吃那炮 你以为在这里边 练上练死这个马 人家和红方正好有一个 这个马路退四 哎 马路退四不行啊 马路退四不行 那么红方 将来可能就炮动一动吧 炮动一动 炮打下鞠 打下鞠好起 这样炮 红炮有个打鞠 你这匹马 不管你走到哪里了 对吧 你走到哪里 人家都走到一个马路退四 你一吃鞠 那我就握死你 对吧 你要蹬马 那我就白吃你鞠 这样不行 这样红方就用了 所以说呢 这个棋虽然说黑方啊 这里啊 优势很大 但是啊 也必须要下得特别好才行啊 你如果这个一招不胜呢 你这里面 以为白吃炮呢 这一蹬炮 这棋 你这优势啊 全部就化为不有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这部棋下得非常聪明 飞便向 炮七退一 退一部炮 拘四进一 跟踪追击啊 你现在这个炮是个弱点呢 没处躲没处长的 炮七进一 只能前进 退不行 退砍死 只能前进 竹三进一 炮七瓶九 拘四退一 拘四退一 还抓住你这个炮的弱点 炮九退一 拘四平一 炮九平七 竹三进一 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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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棋啊 到这里的时候啊 这里边的时候 黑方吃炮的时候 红炮应该炮走退二 比这个实战强 直接退底也算了 别让黑方再利用了啊 这里边他退一 这个棋又出了啊 他 他应该直接退二 直接退二 你 这里黑方再走 这个他就意义不大了 对吧 他没吃到炮 现在该黑方走 红炮走起 红炮这里还能够有一些 手段 比如说红炮这里还能够吃一下炮啊之类的啊 你这个棋直接退到这儿这样也 这炮都快拱死了 向五进七 嗯 只能飞向了 你要退炮人家拱炮拱死了 对吧 你要凭这个炮也不行 凭这个炮人家一千 下了根拱死 这也是数 他这个飞向 鞠一退二 准备打中兵了 准备打中兵了 炮五进五 马五进七 嗯 炮五退二 鞠一退二 嗯 白吃马 你现在你这个炮 这个攻击力不够啊 人家黑方队吃马以后正好你看 整个这片区域没有你红旺的立足点 这红旺是杀不过灰方的 炮七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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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一平二 好奇啊 反正就鞠对跑 要不然你还有这个车八进五 这么一个骚扰的手段 鞠八平九 这里黑方走这个也可以啊 飞这个下也可以啊 这样就一下把这个毛病全补进了啊 如果实际上他在看啊 将来他就只要横两下兵这棋就非常逆了 飞向也可以 对局他不能对他平边 马四退三 嗯 这棋也挺好啊 这棋你看 这退马吧 既是看向 又是 又是看这个点啊 你要不退马的话 将来红旺有过这个棋挺讨厌啊 这样一退马呢你看 这匹马技把这个点看住 你把这个点看住 你要再走这里 都跟你对局 对啊 你这个点也没有啊 这个旗下特别巧妙 就全部守住了 下面干等这个竹要 滚到这里回方就赢了 前炮进一 前炮进一 这是要炮五平三啊 在这里 炮七平八 这棋 你看人家 不要你走这个 不要你心中这个棋 马二进三 鞠二平六 啊 这棋不要你这匹马 往这跳 不要你这匹马跳出来 还是一个控制的棋 鞠九进四 这鞠没点 放下来 黑方是鞠六进四 嗯 这里刺马 向七退九 跑八平七 哎 扣住了 马三退二 降五进一 嗯 这样是烧下来了 后跑进一 马三进四 嗯 这样回方干多一个大指了 这圣定了 鞠九进三 四六进五 马二进一 鞠六平二 这是腿僵要杀四 向九退七 鞠二进三 嗯 十五退六 炮七平三 嗯 这样他就守不住了啊 这打相啊 这是翻家倒海 下半跑 下半跑 下半跑就坎四 这这几个点 大家看鞠马 双炮足 其实足够把这个老将将死 那么这一盘棋呢 现在就到这里啊 这个其实黑方啊 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多指圣定的局面 多指而有公式啊 那么我们呢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嗯 那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 我们还是还围绕这个呃 中炮和猎炮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为大家讲解 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时的收看 嗯 因为每期之间呢 应该他说有一个连带的一个关系哈 这中间有一些变化呃 布局方面的这个变化 那么好 这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